可是我们看看韩国瑜每次都说 对他可能比较不利 大家会骂的他就是假韩粉 所以韩国瑜他在专访当中 他也谈到了假韩粉这事情 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讲的 支持韩国瑜人不会这样做 不会这样做 可是他假扮支持韩国瑜的人 每天在帮我放火 种火制造敌人 百分之百 这群人是有系统 有组织 有人熟死 有计划的在做 为什么要讲韩国瑜同温层 因为我一直都在贬义之下 土包子 菜包 黑道 流氓 色情狂 外面生孩子 选票是靠一群铁粉 而且不理性 你看我这个负面的 负面的形容词有多少 你不感觉到我被蓝绿白三种颜色在打 而且打了这么长时间 只是大家因为被点破而已 我罢免自己可以吗 我自己连署可以吗 他们一定吓一跳 这韩国瑜这个秃头想法跟人家不一样 如果我做得不好 我自己连署罢免自己 市民就同意罢免 我就下台了 这可以问我的 我是很磊落的 你在外面搞这些小动作 什么意思呢 你太小看韩国瑜了 明明是一个还不到时间的 为什么那么迫不及待 他们没想到我会怎么面对这个问题 他们到现在罢免联盟还没有来问我 接到街上 然后把罢免的连署书 像传单一样铺天盖地地发 我是很坦荡的 所以欢迎这些罢免的罢免者 这些发动者 面对面来对我讨论一下 他们会发现我的态度会让他们吓一跳 如果我做得不好 市民罢免我是应该的 我接受市民对我的其中考 你为什么不问我 我的态度是非常健康 而且非常阳光的 你在外面搞这些鬼鬼祟祟的 这个政治动作是什么意思呢 好 刚刚我们看到韩国瑜 他讲说他如果做不好 可以自己罢免自己 然后也夹到假韩粉等等的 这是韩国瑜的超完美切割术 所以只要对他不利的 他就叫假韩粉 但是传这张照片的 是个百分之百的韩粉 因为他的LINE的群组里面 都是支持韩国瑜的 都是在帮韩国瑜讲好话的 所以苏正昌很快的 发了一张照片 他在告诉你 告诉大家说 第一个这去年照片 这是2014这五年间的相比 然后这两张照片 这根本都不在台南 所以其实这个假新闻 也不是从这一次的 其实这样很简洁有利 对 要是以前的官员 可能啰啰嗦嗦 他可能写一个800字的新闻稿 对 然后 连我们记者看了都想睡觉 更好一般人 简洁有利 对 他直接告诉你说 这个是假的 而且他告诉你 多查证 多确认 别造谣 其实最近假新闻非常多 最有名的假新闻 就是苏正昌当时被人家诬赖说 他去参加告别事之后 丢笔这件事情 你看他这张图 其实就非常的有利 他直接讲 谣言 假消息 请勿再传 这个就非常的简洁有利 那这个事情 对苏正昌来讲 他是非常生气的 那因为这个调查局的 这个高雄资料处的前副处长 因为现在已经被调到台南资料处 当专门委员了 他也被警方征讯当中 那面对现在很多这样的假新闻 还有包含这个高 之前那个啦 三个假新闻两个跟高雄有关 这我不是条纲的 骑金动头小三通 苏正昌很简洁明了 告诉你 一 上海核运航运权 今年1月23号注销了 第二 上河海运 今年6月12号已经解散 第三 政府没有许可 不可能直航 苏正昌提醒您 大骗局不要信 他箭头往下 因为这张照片就包含了 潘航旭等人 他们在那边很高兴的合影 所以这个是最近好几个假新闻 所以最近行政院 他们也定出了一个原则 叫做222的原则 222就是要消灭这些假新闻 要怎么做的SOP 没办法完全消灭 但是及时呈现 第一个2就是说 你的标题不可以超过20个字 要简洁有力 像这个你看 他马上就告诉你 苏正昌提醒您 大骗局不要信 第二个2是内文 不可以超过200字 因为现代人太忙 没有时间看那么多字 所以你看很简洁有力 然后第三个2是一定要付两张照片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你不管在传播的专业上 或者说就网络传播来讲 照片的传播力远比文字来得高 所以他规定一定要付两张照片 那内政部更加码 内政部长徐国勇是要求说 半小时之内要回应 他除了222之外 还加了一个0.5 就是半小时之内要回应 因为现在都即时新闻嘛 对 因为你等个一两个小时 新闻搞不好已经转传几千遍了 所以内政部要求半小时内要回应 那的确这一波下来 虽然假新闻的数量 没有明显的减少 但是至少政府的回应的速度 有快很多 好 我们也还是呼吁大家 不管当时的粉丝要理性 好 说到理不理性 我们接下来火线话题 要来看到的是在香港 香港不是反送中大游行吗 结果在元朗站这边出现了 白衣服的黑帮 而且他们怎么样都是见人就打 连孕妇都被打 那当时有警察车在现场 有议员去跟警察求救 结果警察车竟然就这样开走了 所以现在大家想说 到底怎么回事 警察是跟这些黑道勾结吗 难道是中共黑社会化 香港的保守吗 带你来看看 满力撬开铁闸门 大批白衣人手持藤条 雨伞 木棍 冲进元朗地铁站内 不分青红皂白 见人就打 有如追杀仇人般凶狠发狂 打到民众吓得四处奔逃 挤抱电扶梯 拿出雨伞 包包 死命抵挡 白衣人大军铺天盖地 还一路闯入车厢 对着民众痛殴暴打 狭小空间内民众无路可逃 顿时棍棒 雨伞 杂雾满天飞 男女老少恐惧尖叫 缩在椅子上不断哭喊 许多人被抽打到头破血流 有男子跪在车厢门口求饶 结果照样被一拳揍飞 甚至连孕妇也被打到淤青 痛得在地上哀嚎 网络一度传出孕妇流产 官方事后澄清 无相关病例 回忍中不止黑衣人受伤 记者也惨遭攻击挂彩 只见地上血迹斑斑 还有人昏倒 有人背上布满长条 鲜红伤痕 触目惊心 夸张的是这么大的暴乱 港铁却不停站 还赶人下车 任由乘客被圈踏脚踢 白衣人打着保护家营的旗帜 却各个目露凶光 无法无天 暴力手段凶残 有如黑道 林郑月娥迟迟到周一下午才现身 谴责这场血刑无差别攻击事件 警方加港府消极作为 就怕真相难以水落石出 所以现在香港在查说 到底是不是真的警察 跟这些黑道勾结 因为我们看到在元朗站 这边有一大群的白衣服的黑道 见了民众就乱打一通 对 没错 我会赋予台湾的民众 那么不要再到香港去观光了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香港政府纵容黑道 根本就是香港政府就是黑道 为什么这样讲 以前香港的警察 包括飞幅队等等 是一等一的 现在香港的警察 竟然在让黑道打了一段以后 半个小时后才会出现 为什么这样讲 那么昨天晚上 本来是一个很平和的 一个反送中的相关延续的游行 43万人走上街头 那就结束 就没想到 昨天晚上9点多 竟然在元朗这个地方 那么1000多个纯白衣服的 相关的这个黑道 事实上查出来 可能是河胜河的相关的黑帮的 竟然直接无差别 拿了棍棒拿个藤条 所有人冲进去 看人就打 而且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时候 直接冲到你的地铁的车厢里面 那么恐怖啊 你如果是运有头载有主 谁得到你 谁惹到你 或是什么样的话 你会有个目标嘛 他们不是 他们看到人就乱打乱抽 鞭子就拿来抽 然后就这样拿球棒就打 你要知道会要不认得 目前45个人受伤一个人命危 然后最后不可思议的是 我们有看到一个孕妇躺在地上 然后孕妇躺在地上 叫他们别打了 结果没想到竟然棍棒跟拳脚一样 朝孕妇的肚子逃到身体上踢啊 他根本就没有在管身边孕妇啦 我跟你讲道义有道 黑道最忌讳去欺负女人跟小孩啊 结果香港的黑道 做到完全没有黑帮的最基本的一个道义啊 这个黑帮已经是江洋大道 已经是恶劣了你知道吗 已经是亡命之徒了 那到底是谁纵容他的 就是香港警察 就是香港政府 为什么这样讲啊 报案后半个小时 那么香港的警察才到现场来啊 怎么会这么久啊 而且你要知道 后来查清楚了以后 为什么那个孕妇 原来是他的先生 已经被打倒在地了 然后他为了救他的先生 所以呢 他自己扑上前去 照理来讲孕妇大肚子 你应该不会再打他了吧 不好意思 这个是香港黑道 是目中无人 完全没有人性的香港黑道 所以就打下去了 就这样砸下去了 那么你看到有一个年轻人 看到他这么拿棍棒拿冰子 乱抽的时候呢 因为都受伤 一堆人都受伤 而且这人没有惹你啊 不分男女与老少 真的就乱打 你知道吗 然后呢 他就跪在 香港的这个车厢里面 求他们不要打 求他们不要再打了 结果他一站起来 第一件事情就 砰就被打了 你知道吗 所以他们已经在香港政府的这个部分呢 为了要面对这个反送中 那么用白道 因为警察直接用暴力的方法被人家上司 这几次用暴力的手上被人家批评嘛 所以人家会说 哎呦 警察就是黑道 警察就打人 就干脆警察就躲起来了 干什么 换黑道上 就换黑道来啊 换黑道直接干 为什么这样讲呢 各位要知道 在雨伞革命的时候呢 事实上当时啊 就有黑帮直接在马路上用刀子 那么直接用围毆的方式 打这些 参加雨伞革命的年轻人啊 当时事实上呢 就有谴责 奇怪 没有没有看到香港的警察 就来自止啊 这次发现了这个所谓的 香港穿白衣服的这个香港黑社会呢 直接打人事件 你知道香港的警方怎么说 怎么说 他们半个小时后才赶到现场 然后香港的警方竟然说 不能因为穿白衣服就说他是黑道啊 然后呢 双方没有查获 没有看到那个鬼灭性武器 危险性的武器啊 一个人都没有装 那些棍子啊 那些藤条都不是吗 你的眼睛是瞎的吗 为什么 你们香港没有监视器啊 没有目击子啊 就要看一下就知道了啊 为什么你不收责 就因为你是香港政府 因为你是香港警察 因为你现在 香港的白道跟黑道是联手的 你知道吗 太可怕了 所以让他觉得不可思议 怎么这个样子呢 那么一个议员呢 当时呢 就看到旁边有警察的车子嘛 结果他说 你旁边打人啊 旁边怎么样 你知道他得到什么待遇 照理来讲警察赶快下来以后 对啊 因为议员吧 制止一下嘛 因为现在已经不是 武艺探长雷老虎的 雷诺钻的那个时代 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 不对 这个警察接到议员的通报 说那边打人以后呢 警车马上跑掉了 跑走了是谁啊 这逃给你看啊 大家傻眼啊 而且更离谱的是 竟然有建制派的议员啊 那议员建制派 什么叫建制派 公共派派 老共指定的啦 你知道吗 竟然有建制派的议员 还很不要脸的 直接去跟这个 打人的相关人啊 还握手致敬 你知道吗 不可思议 那千平你要知道 香港的黑社会 俗称三合会 不管是14K 不管是新一安 不管是和胜和 这些三合会的老大 本来都是反共的 因为他们以前 都是支持中国国民党 14K的这个创办人 还直接是国民党的中将 你知道吗 就没想到现在 没想到现在 经过几十年 你们全部成了中国人民 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走狗啊 然后呢 利用自己的这个暴力 然后呢 在这个香港大街小巷 这样攻击 而且是无差别的攻击 这就是你刚刚说的吗 没有错 然后呢 就不小心 竟然发生一件事 因为在雨伞革命 还有之前几次的时候 都是14K 或者是这个新一安下手 这次听说是和胜和啊 那不同的黑帮啊 轮流下手 那和胜和他们这些人 为什么 我问你 他们为什么会出来打人 一定是有人说死嘛 一定有人叫说 要不然警察过程不见了 而且里面还有老大 香港这么小 三文 稍五分钟 那么十分钟之内 警察赶不来吗 为什么半个小时才到 那么里面有一个老大 叫飞天男啊 那么事实上听说 是不是就这个啊 对 他还这个 自己直接带着棍棒 对不对 很高兴地出发 然后打打打 打到一半 可能因为年纪大 打得太兴奋 然后打得太大力以后 突然间 可能心肌梗塞之类的 你看这个画面 就棒就倒地了 倒地了 一下打下来就倒地了 打人打到自己心脏病发作 那倒地了以后呢 赶快送医院 当然啦 对任何的一个 一条生命啊 无差别的 我们认为应该送医院去救治 不过香港现在年轻人 竟然在网路上发起一个运动 什么运动 急气运动 急气运动 因为他要飞天男嘛 不是 那个急气运动是很奇怪的 我们当然这样讲 是很矛盾的 为什么呢 香港年轻人竟然在急气 希望他成为升天男 你知道吗 升天男 因为生气 就因为生气 为什么香港会被黑道 这样的欺负 为什么香港的民众要忍受 连孕妇都没有办法避免 要被黑道这样的屠戮 那为什么香港政府 香港警察 竟然可以忍受黑道治国 这就是现在的黑道香港 好 瑞德哥 那像14K 是不是真的特别的凶 对 没有错 因为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香港的两三大帮派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14K 何胜何 跟新鸭 那最主要是他们呢 像14K 为什么叫14K 因为K就是国民党的意思 14就是他们 当时在广州的据点 情治单位的据点 当时他们退到香港来了以后 那么14K 新鸭 这些相关的沙盒贵 他们就是以前 鸿门是反清不明 对不对 他们这些帮派呢 就认为我要反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是1997年以后呢 本来怕中共 消灭香港的黑社会 所以后来 慢慢地向中国共产党低头 然后呢 为他们所用 这次听说 本来人民解放军 那么在香港的边界 要打算进来 但后来悬崖热马 没有进来 因为怕国际观感不好 到时候国际这样制裁的话 经济制裁 就没想到竟然用黑社会的力量 而且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令人感慨 因为香港其实曾经发生过一次的九龙暴动 当时瑞士代表呢 他车子还被翻开 还造成死亡事件 然后整个暴动 肯定知道当时的九龙暴动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把中国国民党反共 而事隔几年而已啊 现在这些黑社会 竟然全部投靠到共产党 来欧入 来突入这个香港的善良市民 香港成为一个共产党加黑道统治的地区 好 所以香港现在是已经变成了 共产党加黑道统治的地区 我们看看这个香港元朗的冲突呢 疑似是警方跟黑道在合作 行动之前 他还在握握手拍照 然后现在大家就想说 这背后是不是中共在操作的 好 易中刚刚从香港回来嘛 在香港观察到什么 现在香港其实他们平常 就是六日有人上街头 可是平常的时候 其实香港是 你可以感受到浓浓的 这种反送中的气氛 我这边这一张 是我在那个望角的夜市拍到的 现在他们到处都有 所谓的连龙墙 什么叫连龙墙 各位各位解释一下 连龙墙其实源自于2014年 香港那时候不是那个战中运动吗 然后当时就有人就开始用这种memo 就是这种便利贴 贴满整面墙 然后上面都写下很多市民 小市民的新生 所以这个是2014年的连龙墙 那这个是2019年 因为这从6月开始 因为反送中的关系 所以到处 香港18区 现在各区都有 你在逛街的时候都会看到这种 所谓的连龙墙 为什么要用这种小便利贴呢 就是说它是很好贴上去 你很好撕下来 但是你要知道 即便你可以把它撕下来 他们很快又会贴回去 这个表示说 小市民就是团结灾 所以你看这个是连龙墙 然后这个 这个是望角 我在望角拍到的 他们在晚上的时候 夜市 为什么他们故意在这边插那么多旗子 因为望角很多路客会去观光 所以你可以感受到 他们其实 这等于就是当地的香港人 插在这边 跟那些路客讲说 其实我们不是很欢迎你们 你们可以来观光 但是如果你们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我们香港人不赞成 那除了望角的夜市以外 来我们看 这个是我去书展 香港当时已经办国际书展 号称全球三大书展 那书展的那个里面 也都被贴满 那只好有墙 都是年轻人那个有没有 都是那种连龙墙 就是写上那个声音 那这里面最有趣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这里面有个人很红 台湾的政治人物 谁啊 你猜台湾政治人物 谁在香港最红 是谁 蔡英文吗 不是 不是蔡英文那是谁 韩国瑜 韩国瑜 连龙墙上到处都有韩国瑜 那墙上为什么会有韩国瑜 你看它什么写 你看这个真是其中一张 它就是说林郑 韩国瑜同事卖国贼 所以就是把林郑月娥跟韩国瑜 画上了等号 同样是卖国贼 香港人其实这些年轻朋友 很讨厌韩国瑜 因为韩国瑜你知道 他走进中联办 那如果大家看新闻就知道 昨天晚上中联办被人家喷漆 因为表示年轻人 他们反对一国两制 过分的去干涉他们的生活 所以那韩国瑜 谁叫他没台不去 跟他去中联办 所以现在 而且事实上香港的年轻朋友 其实也很担心韩国瑜选上总统 因为他们其实 他们某种程度上 寄望台湾是一个 至少还是一个灯塔 是一个民主的灯塔 过去我们说香港是东方之珠 现在这个东方之珠不亮了 那他们事实上还是寄望台湾 可是他们很怕说 万一韩国瑜选上总统的话 连最后一个灯塔都倒了 所以没有想到 那墙上面的关键字 竟然是韩国瑜 很多都有韩国瑜这三个字 对 韩国瑜竟然是出名 然后这个也是到处 你看这都是我随便拍的 到处都是这所谓的连龙墙 各地都有 然后还有这边 你看这两个年轻女孩子 有没有 正在写 所以不满韩国瑜的声音 竟然在香港也有 对 我去了前两天 我都讲中文 我想说讲中文跟他们说 买东西或是点餐 对不对 香港人态度很差 那服务生态度之差 就是说快点 就是我想说我到底哪里得罪 可是香港人有时候 他们服务态度 的确不像台湾那么贴心 结果后来我在第二天的晚上 我到一个凉茶店 去买茶的时候 那两个店员在那边窃窃吃 我想说干嘛 后来他们就总算整不住了 就问了我一个问题 你是 你应该不是从内地来的吧 他问我这个关键字 不是从内地 我马上说不是不是 我说我从台北来的 所以他们听不出我们的口音 对 后来我发现 因为他们两个在讨论就是说 他们其实我们以为 因为像我们在台湾 听到大陆的口音很清楚 我还发现香港人 听不出大陆的口音 就是没有办法分清台湾 跟大陆差在哪里 所以难怪我在前两天的 从第三天开始来 我在点餐买东西的时候 我讲英文 你讲英文啊 Excuse me 美来什么时候 微笑 然后我就说 最后跟他讲多说 讲广东话 可能以为你是什么新加坡人 没关系 你只要不要跟他讲中文 他们都很开心 你讲米兰语搞不好解答了 一旦那时候听到 中国的口音的时候 你可能感觉到 那个服务态度就是 就有敌意了 对 所以我说今天整个 香港的情绪是很大 那事实上香港现在已经是割裂了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 是礼拜天的活动 那事实上礼拜六我有去 礼拜六他们在那个 金钟就是香港的立法会 总部那边 也有一群老人家 去参加那个 所以是什么样的活动 挺港警 对 也有挺警察 这边有30万人参加 那问题是你可以看到 里面的结构分子很有趣 这个挺香港警察 挺香港政府的 年纪都偏老 我看大家都40岁以上 40 50岁以上 特别是老人家 大概60岁的很多 那如果是反送中 像昨天那个反送中都年轻的 大概都是2 30岁左右 这个情况跟台湾有没有很像 平常没有上街头前 他们不会表现出来 可是一旦听到你中国的口音 就是你讲中文的时候 所以这边跟观众朋友讲 刚刚瑞德哥说 没事不要去香港 对 那如果你要去香港的话 没事不要讲中文 讲台语 讲台语 反正你就是不要跟他讲中文就对了 反正不能讲中文 因为现在香港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香港民众 他们现在对于 就是讲中国话的会觉得 讲中文的会觉得 有点担心 是不是从内地来的 还是从台湾的 我们看到这个敌意的部分 好 不过现在很多人也讲说 那是不是这背后是中共在操弄 刚刚我们也讲到就是说 现在在这个香港 是不是有这个黑道啊 加上中共在治香港 那在后面 是不是他们故意 在做一些黑社会化香港的事情 那又是为什么 加上中共在治香港 那在后面 是不是他们故意 在做一些黑社会化香港的事情 那又是为什么 对 其实类似的手法 应该是说世界上大多数的 独裁国家都会用这样的手法 当遇到人民有不满 或要求民主 或要求改革的时候 他最简单的方法 因为毕竟现在传播很发达 你如果用军警去镇压 全世界看起来就觉得观感很不好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什么呢 用黑道 然后万一出事被抓到 政府说那没关系 那黑社会闹事 我们一定依法办理 其实类似的手法 以前台湾发生过 不要讲以前 其实就在前两年前也发生过 所以今天民进党立委王定宇 他就提醒大家 他说你记得台湾的统促党 上街都穿什么颜色衣服吗 属成分子也都是帮派分子 中共手法其实都一样 黑帮 内印政客 政商买办 红色媒体等等 台湾跟香港最大的差别在于 台湾还是我们的台湾 香港已经是中国的香港 那因为这样子也影响到 对于一些零售业 也稍微有一点点的影响 那这影响在哪里呢 呈现出在他们六月份跟七月份 第一周的业绩 大概最严重的可以减少 大概差不多十几%左右 这个对零售业来讲 对其实差蛮多的 观光业一定也是影响很大 因为中国观光客大概就不去了 台湾也会怕 对台湾也会怕 因为大家讲说 这个围帮不入乱帮不拘 你没事跑去那边干什么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 这是中国故意去放纵的话 其实我提醒北京政府要小心 因为香港的根 香港的命脉就是经济活动 一旦香港的命脉 经济活动不在之后 香港就不再是香港 但这是不是中共要的 如果是中共 展望他们的地位 对如果是中共真的要这样 我要提醒他们要很注意 因为香港其实不是只有香港人 他有很多的外资 很多国际的金融服务都在香港 当这些人都离开之后 其实不只香港 整个中国东南沿海的经济 其实都会受到影响的 所以这个共产党 真的自己要很小心 他如果是故意的 如果这些黑帮是他们 缩死的故意要造成这个动乱的话 我倒是建议北京 应该好好想一想 是不是可以用